近日,为了宣传电影热烈,王一博多次出现在路眼中,展现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快乐活跃的样子。 他首先与主创人员一起参加夜洋路眼,与观众互动并回答问题。 与以往不同的是,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声音也不再是鼻音,整体状态更加好了。 晚上,大鹏,黄博,王一博一起出现在李佳琪的直播间。 虽然我们很期待王一博和李佳琪的宠物狗Never同框的场景,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等到。 然而,王一博这次表现得非常积极,令人难以置信。 他和喜剧演员在一起,笑得停不下来,就像我们一样摇头晃脑。 现场有男粉丝向大盆表白,王一博震惊地张大了嘴巴,睁大了眼睛,几乎惊呼出声。 看来王一博已经不一样了,请克制一下。 在直播间里,观众发现王一博虽然不带剑谈,但却能够准确地回应现场的气氛。 当躺到黄博时,他用莫迷人的表演和出色的舞蹈技巧得到了王一博简洁而完整的回应。 这让黄博听口非常高兴。 大家都知道宣传电影是必须要卖票的,但这一次王一博似乎是有备而来,手脚并用。 一听到预售开始,他就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 这样的场景给人一种喜悦和兴奋的感觉。 在大盆和黄博面前,王一博自然不需要说太多。 他总是负责倾听他们的讲话并连贯地微笑。 不过不同的是,这一次王一博看上去很高兴。 众所周知,王一博有点多动。 对于他这样一个喜欢跳舞的人来说,想要静下来确实不容易。 当他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时,他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 这时镜头默契地对准了他,让所有网上的观众都看到了他可爱流畅的手指动作。 有网友认为王一博抠手指的样子太可爱了。 为什么要找几年手指呢? 然而,这种情况并非如此。 作为王一博的球迷,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咬手指的小习惯。 而这次直播正好有摄像头对准他。 当然不能被摄像头拍到他在嘴里吃东西。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坐不住的人,他的手指和脚也没有停止移动。 他活动为一会儿手指和脚,开始不停地工作。 直播间的宣传吸引了数百万人观看。 电影票几乎秒受空,这就是温暖王一博的魅力。 而且王一博的生日快到了。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热烈,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谢谢您的关注,我是小肥腰。 L